公民力量要求H&M撤回取用新疆棉花的声明并作公开道歉 公民力量到H&M在中港城的香港总部举起标语 呼吁全港市民霸买 又要求H&M公开道歉 撤回去年3月指新疆少数族裔被强迫劳动的声明 公民力量表示已经联络H&M 但未收到正式回复 这部份的品牌已经撤回了他们之前就着新疆问题的声明 但是H&M到现在仍然是灵魂不灵 仍然是没有改变过他的立场 在内地还有广大的市场 你可以说是在赚中国人的钱 但是在抹黑中国人